大家好 新买回来的石湖蓝了 我们在上盆之前有哪些工作需要做呢 可能呢 很多花也都不太了解 那么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石湖蓝 我们在上盆之前有哪些工作要做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石湖蓝 它是开了花的 这些花我们要不要留了 其实建议大家在这里呢 就一定要把它这个花剑给它剪掉 因为你留下来的话会消耗大量的养分 不利于让它后期生根 所以呢 我们最好就是在上盆之前先给它剪掉 然后这些呢 已经枯萎的这些花剑 我们也给它剪掉 这样呢 都能够避免这个养分消耗过量 然后呢 影响这个石湖蓝了浮盆 影响了它后期生根 那么剪掉了它的花朵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根性 我们应该如何修剪 首先呢 我们要把它的根性啊 剪短 因为呢 它有很多这个过长的根 我们就要把它过长的根呢 给它剪掉 我们可以这样子抓一把 大概呢 留这么长 然后这一部分呢 全部给它剪掉 这样根性剪短之后呢 我们就要处理一下它里面的一些老根 烂根 如果有烂根就一定要清理掉 有一些老根呢 我们可以给它稍微清理掉 这样清理掉老根呢 我们就差不多已经处理完成了 这样呢 石湖蓝的上盆前的一些处理工作 我们就完成了 那么我们之后呢 再配好土 给石湖蓝上盆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